哈喽大家好,我是派大师,哈勒卡本期大帅观察 来观战一把法兰西的绝火小提琴S级 然后胜率87,有点厉害 今天刚好观战一把,但是那把前期优势比较大 这把阵容上面来看是搬了一个佣兵的感觉 佣兵前方都没有,修饰修得挺快的 这刀机械配先知的 但这刀阵容它的一个二救能力相对而来比较弱 因为二救的话,小丁家有的时候你第二波就 他甚至可以到二接,然后带无穷洞的 那么穷者要救下来 没有鸟,只有祭司背后打洞这个可能性了 其他点位的话,有些点位的话 如果祭司变得背后打洞,我感觉有点难的 咸,这边先封你走位,这样的话平地打一刀 不打白不打,可以 这边假装,一个假动作,骗了一手先知的走位 因为当时这个狭窄的通道呢 小丁家的一个咸,其实命中率很高 这边咸,直接拉,躲掉,那交鸟一刀 好的,可以,两边的一个正常交换,带的是个闪现 先知的话应该是遛不太动 但是前面是有一个大洞 这个大洞,先知这边的话好像没有想法 而是开车,直接拉弦,来封你先知的一个上车位置 但是没封道,这边跟车 那一波开车再拖个30秒也可以 这波开车的话,对于先知来讲这个时间都是白减的 能开车不错 如果说你这边打大洞的话 小丁家这边对着点位交音符 一来不一定起的来,二来 这个位置万一被捡到了,或者干尔德对面 这边一刀抽,应该就要闪了 一刀闪现,可以可以可以 先知的话这个点位,因为刚刚被一个小动作骗了一手 第一刀吃上以后后续再想牵制就比较难了 究竟挂上以后应该是将这边的大富的洞打掉 然后开始做防守 洞先打掉,然后再来做防守 这边摇音符,一边摇音符,一边打洞 找你大富啊,逼你救人 局上边来想的话,我觉得一个小丁家屏局有的 真胜的话看防守了,摇怀表,这怀表的还挺好 因为这个点摇的话,他可以比较舒服的将这个屁股卡满以后再来救啊 行,拉 这个想要拉到人,我觉得就有点难了啊 这个想要拉到人就,哎,但是 这,这个屁股卡的有一点点死了 啊,这个闲是拉不中 因为这边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延迟想拉中 那很大程度,很大程度上面应该是一个 拉弦想断动 无穷动一开,这边救下来 先知这里有辆车 但是身为上面来讲的话,先知能开不动 上不了车 将大富摸起来赶紧拉走吧 这波有点亏,就是这个血线 稍微的卡的死了一点点 当然也有就是小迪亚这根鞋,拦在这边的一个缘故 就是他这个点,鞋不放出来呢,大富不太敢去救 两方面原因吧 一来这根鞋给到了压力 二来呢,这个确实也不易到了 确实也不易到了 那这波打完以后,小迪亚有真胜的面了 当然穷者也有盘活的面 因为毕竟戒尸啊,外面一直双修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啊 两台密码机其实差不多能点掉就他最后一台了 就算你这边真的能将这个鞋尸击倒,鞋尸娃过去帮忙补最后一台密码机 其实密码机也是够的 而且这边如果说可以开个车再拖一轮时间的话 甚至我觉得穷者,诶 甚至我觉得穷者很有机会能盘活一个平局的 祭司这边好像是去补的是大富的密码机 大富这边修最后一台 这里直接交传送 大富,传动吗? 诶,一刀倒地了 一刀倒地也行吧 这大富有一块怀表,但怀然能牵制对吧 鞋尸外面这个时候削掉以后 拉娃娃再去补一台 我们看这边的一个密码机的一个分配啊 呃,最好是补这边这台啊 这台再爱电机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我们看看这边穷者怎么来补 还是说选择啊 这边是祭司机械师两个人 现在准备找位置 但是修这个中场的这台 人狂机的话呢,有点难的 比较难修,比较难修 修不掉的 大富是捞下来了 捞下来这边先打伤害嘛 嫌疑封,封住你走位 你往前走就是无穷洞 这边你敢翻 不敢,不敢翻 这边打一刀 然后这里的话 大富拉走机械师溜上去 但介绍这边队友的一个受伤debuff 外加上这边的音符加buff 修饰真的修不动啊 先拉 漂亮 有一说一 这个小提琴确实打的可以 他在操作 包括心灵两方面啊 都是比较好的拿捏到了穷者这边的一个 那个操作啊 就是穷者的心理上面他拿捏的比较好的 那就看这里穷者有没有机会 主要现在的密码机 最尴尬的就是这边穷者要来救 要来救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就是这密码机的 刚刚没想到 这密码机它是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三台密码机 是一个三角形的密码机 所以说最远的这台 就刚刚我指的这台呢 其实相对来说 小丁家也是有机会去干扰到的 想要把这台密码机点亮是一件绝非意识啊 就已经挂上了 然后传送已经好了 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多了啊 娃娃这边过来想来蹭 能蹭一点是一点吧 这边只有一个满状态借尸 交音符给娃娃 你玩二修不掉 祭司的话百万三十 借尸满状态能不能捞下来 直接传送过来找这边的祭司 祭司 穿洞 但是一根弦 来镜头 给 无穷洞 没办法 躲掉了这根弦 但是无穷洞的话这边 确实躲不掉 而且就算无穷洞躲掉 他人身位得拉开 他得停住吧 他停住的这个时候 小丁家身位拉近以后估计也是一刀 我们看这边 大副 跟这里的结尸娃一起强行补 闲先拉 无穷洞 再开 想把这个娃给打了 但是好像这个娃刚好是站在了这个空间 那大副这边赶紧过来抢 赶紧过来抢 嫌一拉 一穿 没穿到 但是 诶 哦 其实这刀是可以打的 这边等到这个 无穷洞 因为无穷洞放完以后 他的一个后腰比较久 所以说比较难 那个比较不能立马牵起来 还行吧 差一点点吧 差一点点 球者这边已经尽力了 能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应该是一个三抓了 大副这边的话还有一块怀表 它是往回绕 闲 封位置 然后再无穷洞开 躲掉 没打中 追过来 骗你翻 翻完以后再绕 一刀带走 一刀带走 先把这个娃给打了想 闲直接拉吗 诶 没有 这根鞋没拉 是为什么 他可能是手快 然后走过来想拉 但是人已经牵起来了 这个闲没拉掉 没拉掉 这边卡一下耳鸣 小丁家这边应该是一个三抓了 要不然的话 他这边可能还能够排一手 排一边门的耳鸣 然后传另外一边 也行也行 这马的话 还是那波防守吧 那波防守如果说能够救下来的话 我觉得双方应该是更有可能 打成一个平局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